老五老以及原知老慈悸的安美计划 《长照团队》是从点线面拓展 现在编织出了社区的关怀网络 让每一位长辈和家属都能够安心 从慈悸志工、照服员 到每一位投入长照工作的从业人员 在在都证明了爱是最好的陪伴 也发挥长照存在的最好价值 下饼 按一下 好,回来 在日照中心供学、供玩、乐开怀 这群长者大多患有失智还有疾病缠身 但来到这里渐渐找回生命价值和自信 他可以在这边交朋友 然后可以有一个比较多的情感支持以外 他的孩子、他的孙子女 终于可以不要因为他被困在那个家里面 可以出去工作了 那我想在日照中心对很多家属跟长辈来说 其实是一个避免家里面崩溃 或者是一个家庭困境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 让家属有喘息的机会 也为长者细心打造各式课程 从环保桌游、体式能、荧光咖啡馆、资计长照服务 如何老去、如何去面对 感到这个节目很好 很快乐、健康 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觉得很温暖、非常好 他的菜全部都跟婴儿吃的一样 要磨成泥 端上来的时候还要帮他用扇子 扇、扇个温温的 他才要吃 服务更走入居家 慈激之工杨秀梅 陪伴104岁的环保志工蔡里朱 至今已经两年 把他视为自己的妈妈般对待 照料得无微不至 到现在还在做 每次人家拿 邻居拿环保来 他也想要拿到后面去 走不到 走了又怕跌倒 所以真的很感动 我去了 堆了 门口堆了一堆 我都赶快帮忙拿进去 我也舍不得阿嬷这样 我也常常让人在照顾 我也很期待 我可以去照顾人 不过我现在也没法照顾人 不过看到你们照顾人 总是把师父的心 担心去 每一位被长照的老人家的身上 就像在背叛师父 同样的心情 去爱他 去护慰他 那一当这样 我真的感恩人 长照是高龄社会必要课题 照顾员和慈激志工携手 会继续用温暖的心 照料每位老宝贝 让长辈活出生命价值 大家新闻 陈品杰001检员及台北报导